玉立警分局警察志工中队年度机优表扬 鼓励志工辛劳付出 华丽县警察局玉立分局的警察志工中队 举办研习课程以及表扬机优志工的活动 玉立分局警察志工中队年度机优表扬 鼓励志工辛劳的付出 华丽县警察局玉立分局警察志工中队 就办理了研习课程及表扬机优志工的表扬活动 16年我都成长轴壮 所以在这里很感谢我们的志安 也在我们的指导单位 我们的华丽县警察局 还有我们的营运单位 我们的玉立分局 还有我们的志工活动的服务单位 让我们能够今天在这16年来 给你这么大的一个 让志工在我们的华丽县里面 有很好的一个讲评 中队长中速镇非常感谢 各分队干部以及志工们 全心全力投入犯罪预防 交通宣导以及为民服务等等的工作 更感恩顾问团 民意代表以及地方宣誓们 出钱出力鼎立支持 让中队没有后顾之由 不过 志安是每天都会有很多事情的发生 尤其是我们新来的分局长 在这几天的新闻里面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志安 在我们整个华丽县里面 一里分级算是最棒的这样的一个资安 非常好的一个资安 可是呢不是因为说资安好 我们就中线 而是我们要跟着我们的资安的好呢 能够更好 所以我们的服务工作 要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值假期间青少年问题的工作 我们继续来努力 分局长陈卫文说 警察志工们利用自身闲暇的时间 服务人群 任劳任怨不求回报 成立的16年来 在顾问团 民意代表以及地方宣誓权力支持下 有无私热忱的协助分局 推动各项治安以及交通宣导 等等方面的警政工作 预理分局非常肯定 所有志工们所付出的辛劳贡献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 ēm 欢迎订阅 请示唤 7000ty 5800 5600 8600